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在替谁工作 是国民党 还是共产党 玉田将军 田中大佐 还有我 都想保住你的性命 只要你说出你的真实身份 还有你的同伙 你就可以保命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只是个做茶楼生意的 可我也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杀死黑子王 只是为了卸一时之分 更与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 站不上边 谁会相信你的鬼话 一向稳住了你 为了几句脏话就杀人 谁 你如果不老实交代 我就把你茶馆里的掌柜 师父和伙计 通通抓来 同你一起 为黑子殉葬 如果苏小姐是内奸的话 那她一定还会有另一个电台 你是说在花店里面 有这种可能 咱们把花店给端了 这为为时过早吧 假如我们在花店里没搜出电台 那我们就被动了 这个花店规模不小啊 听说上海的花室 都是从她那里进化 再说了 花店里有电台也无可厚非啊 这商业信息沟通啊 照你这么说 这这支支花还还素食胡策呢 是胡理早早晚能露出尾巴 我支支花这颗定时炸弹 在江海真待一天 咱们这一千多个兄弟 就得坐在炸弹上等来炸呀 是吧 营救孙先生的办法想出来没有 我孙雅萍上死了黑色 我愿意命一命 跟旁人没有任何关系 小日本想要老子的命 已经过来拿好了 哈哈哈哈 這裡 雖然是人間地獄 可是你想死 也沒那麼容易 借上海駐屯軍司令部 對於那些死硬的共黨分子 絕不能心思手軟 一律槍決 我看這樣 命令小野把孫雅平押回江海鎮處決 讓湯敬武親自行刑 什麼 讓湯敬武執行對孫雅平的處決 這個湯敬武 或有通共嫌疑 如果他親手殺死孫雅平 那就證明他是清白的 如果他拒絕 那就證明他是私通 新四軍 共產黨 哎呀 于天將軍真是高瞻原著 神奇莫測 一死二老 英明 英明 我馬上就去執行您的命令 對 鐵法案团团团团团 哎 哎我是湯敬武 哦 田政經你好 什麼 哦 是 是 好 請田政經放心 不是 一定照辦 好 湯敬武 答應了 他 他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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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 他們要把孫雅平 押到江海鎮出局 而且要讓我 執行 啥 湯敬武會耍什麼把戲 他以前可沒這麼大 他 他刷不刷花頭 我們管不著了 到時候 我們要孫雅平的人頭就是了 能快點嗎 你慢點兒 你別拉著我 還幹嗎呢你 這是我家 你別對我動手動腳的 別 別吵吵 別吵吵 十萬火急 我 我這放你的電話 就趕緊過來找你來了 正好 我也想聽聽你的想法 你說為什麼芝芝花用的手法 完全不一樣呢 這這特務嘛 這幹什麼事肯定 它有兩套方案嘛 是不是 我 可是密碼都不是同一種 那就是 小英查就到了猴子經觀察他 那就把密碼換了唄 那他這樣做 豈不是太明顯了 一看芝芝花就是潛伏多年的特務 他的手法應該隱蔽得很深的 你不說這個 不說這個 我正是還沒跟你聊呢 田中給我打電話 說要把孫雅平押送到江海鎮 關鍵是要誤誤 我親自主權 田中也太詭計多端了吧 你趕緊幫我想想啊 我想了半天 我也沒什麼對策 你還有求我的時候呢 實在不行 我就帶一幫弟兄 把押送孫雅平的這個日軍 從半路給他給揭露 阿堂哥 你在我們這兒待了那麼久 怎麼還是一點掌勁都沒有呢 大不了 嫁禍給別人呢 那也不行 第一 日本人一定會選用重兵护送 或者是在暗中做保護 第二呢 這件事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如果是他們中了埋伏的話 肯定知道是你謝的命 這樣我們不僅救不了孫雅平 還把我們自個兒給搭進去了 那你說怎麼辦 辦法是我一拍腦袋 就能想出來的嗎 有了 不是你過來求我的嗎 求人不如求己啊 你 跟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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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門呢 跟上 快點快點快點 別走 快點 好嗎 團部 來後車往後車 老五 後車 來 趕緊跑 就要來五圈 就要使勁啊 好 到團部去 等等我啊我也去 你留他們訓練 這才咱們抓破孫小英的行動 我想咱們已經設計得很周密了 目的就是為了萬無一世 一次成功 很好 既眼人耳目又斷情後路 你們分頭行動 時刻向我回吧 放心吧大哥 這次行動絕對消誤生心 千千萬萬不要走路了風聲啊 要不然咱們想弄清楚的問題 這又亂套 不是大哥 這抓這個蘇小英和這個孫雅平實行 這這有啥關係 沒關係啊 看似沒關係 其實有關係 沒錯 日本人一石二鳥地試探我們 我們也點他們一下 不是你們這倒過半天 我怎麼還跟漏 漏油的漏斗沒底啊我這 就照做就對了 好吧 這事就拜託各位兄弟了 放心吧 這得挖 挖 挖深點啊 快 快快點 把那個架架子拿著先立著先立著 先立著 這還得挖 等一下 沉船長 這黑燈廈火了 這這 這傻也看不見的 這黑燈廈這這不有兩個手 手電筒嗎 這明天幹不也行嗎 明天那那不行 時間緊任務重 你就趕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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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问行吗 再问明 明天就杀你 我沈点 是汤静武在保安团的人搭建的 不 是参谋长汪明贵 肯定是汤静武吩咐的 我还以为汤静武会耍什么把戏 原来这么听话 好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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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老板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转移到这儿吗 你以为这是等死的地方 当然了 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所以 我们请为外一个人 来协助我们处理你的事情 是谁 是谁 汤静武 汤静武 不可能 等你脑袋掉的时候 你就知道可能不可能了 这可是他主动要求的 这可是他主动要求的 刑牌都已经搭好了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说出你的幕后主使 你可不要死得 不明不白呀 不可能 不可能是汤静武 慢走 五爷 有什么吩咐 我们是来交叉火灾隐患的 你们俩去检查检查 是 这儿 这儿不会着火 你给我走就行了 你这又是拉我去哪儿啊 你就跟我走吧 汤大哥让我带你买东西去 静武哥让你给我买什么呀 汤大哥说了 茶楼老板不在 让我给你买几件新衣服 称称门面 静武哥可真客气 我衣服够多了 你看你 一提到汤大哥就这么高兴 提到我猴子竟然一百个不得意的 有你这样对待自己爷们的吗 瞎说什么呀你 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带你到前面那西三街二的承担店 那儿的货最多 好吧 好 你这里还有其他地方吗 有是有 有个地窖 但是多年不用了 带我去看看 请 吴爷 这是最好看的不亮吗 对 这是我们最好的苏绣 您看的颜色 总工 多气 多景 啊 盈妹 跳 真漂亮 怎么样盈妹 你爷们眼光不错吧 嗯 盈妹 你先挑着 我去给你买杯凉茶 哦 你先走 可怀 您慢走 来 来 来 这不五队长吗 里边行里边行 检查 我们这儿有什么好检查的 火灾隐患 我们这儿没什么火灾隐患 只有好酒 那也得检查 里边行里边行 走 你们两个继续检查 来 我去看看 那男的上打车上 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 是啊 到 大爷 饶命 大爷 饶命啊 大爷 好啊 老板 伍队长 今天怎么那么慌啊 这不早晨出来 太匆忙忙 一带东西 回 回来拿来了 正好 保安团正在调查 火灾隐患 看来 请进 我 这棵花挺有意思的 位置那么好 阳光那么足 这些花不都谢了吗 莫非它耕不牢 无法伸展吗 副队长低电动花 这棵花快死了 咱去在那边看看 其他花 你挑一棵 不 我挺喜欢的 这棵花 别动 这我打死 颜团长 老爷请您进去 知道了 这你储备的粮食 还是比较充足的 嗯 好 颜团给各务会章 问好的 严付团长 来 坐坐坐坐 怎么样 保安团 干得怎么样 什么干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 我这个付团长啊 他也就是个白蛇 颜三啊 这么说不好啊 汤静武做事 还是有分寸的 怎么 他待你不好 找部会长啊 你是有所不止啊 最近这日本人和保安团呢 一直讲治着 那汤静武手下的三人打奖 劝不出动啊 这个连拼命百姓都知道 嗯 他们又要干什么呀 挨点儿户的检查 说是爬脚荷 还有那个图宝的护警儿 陪着个女儿呢 怀疑她是认不透 就连那个老屋都参与行动呢 这也不是什么大动作嘛 老爷 小动作都想不着我 那大动作更电梯呢 我算是被这个唐静武给夹控的 你说他让我干什么 让我管财务 管军事补给 你说我能干得了吗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 灵敏的事件 我也不知道 能把他给得罪呢 这个汤静武啊 对讲还真是 原来又看不上的 你吃我们的喝我们的 还真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撒起飞风来了 呸 颜三儿 这个话不要这样说 颜三儿 是你无能 不能怪别人 是吗 我无能 我无能吗 我 我 那他你无也得给我几回呀 颜三儿啊 你不好好当你的副团长 跑到这儿来说人家的不是 不不不我我我我每说不是 我这不是 就是发发牢骚吗 你一个大老爷们不冲锋在前 主动请鹰 老实计较别人如何对待你 心眼儿小的像个女人 丢人 你 小姐您的布 谢谢啊 这个臭猴子买凉产买到哪儿去了 还不回来 肯英 好 五哥 你怎么来了 我已经借了团部的命来不了了 所以我来接你 还没结账吧 多少钱 二十 走吧 不是回茶楼吗 好 汤大哥说请大家一起吃饭 大家一起啊 那可是茶楼那边 放心吧 都安排好了 哦 好吧 三爷 您怎么想着上我这儿来了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可是这里的唱客 凤姐儿啊 说错话呢 发情发求 来 替我喝一杯 您是常来 那您下回来的时候 能不能把汤团长也带着呀 哎呦 怎么了 生气啦 骗个事嘛 汤进屋可以玩女人吗 我就不能喝话酒吗 汤进屋玩女人 她现在全部心思啊 都放在茶官那个 兴损的小丫头身上的 孙晓英 上边让她来占出这个孙晓平 你说这多大的事啊 她冷是不作戒 她让什么网民鬼去查货仔 让那个后警去配那个小丫头味 真不知道 她这呼噜里边 卖的是什么药 孙老板是心思君 她要杀了她 那她就是听日本人的话了 将来 现在蒋海蕃做泰山 还说不定了呢 您何必生气呢 三爷 对了 孙老板马上就要被日本人斩了 那那个茶楼 总不能让苏晓英这个丫头乱来吧 那以后商会可怎么管理呢 您能不能跟胡会长说说 把那个茶楼让我来接管 到时候您可以经常去茶楼找我 咱们可有个落脚的地儿啊 冯姐儿啊 你真是痛听大理啊 你这话说得我洗里去呢 不然你看看 你长得多漂亮啊 又红又背的脸的 这手啊咋呢 又背又内的小块玉石呢 我呀 我就喜欢那种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比如说 汤静武 我 五哥我们不是去吃饭吗 得接一下大哥嘛 走吧 进五哥 为什么给日本人做事情 你怀疑我是日本间谍啊 孙雅明 沙黑泽的消息是你发的吧 小野跟田中的消息是你给的吧 画家里李老板是你的线人吧 日本人还派了一个叫张三的 叫黄四的 天天保护着你 有没有这么回事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那孙老板是你的线人吧 是修理我的人 我怎么会害他呢 我想到了你不会承认的 带着呢 回家 把人带着呢 好 这个人你认识吧 乖 我认识 老四 是不是暗中保护他 小姐饶命啊 我真的不想要死小姐 说 是有人雇了我 让我保护小姐 谁啊 这个我真不知道 人每次都给好多钱 我也就没敢问 拉去 大 就算他暗中保护我 那我也不知情啊 你们这不是诬陷我吗 你们这不是诬陷我吗 撇得是真干净 那花店李老板 心里要是没鬼的话 为什么自杀呀 这也怪我 我要手快的话 他也死不了 跟你没关系 你 你 他也不想要是 他也不想要是 你 你 你 人上 物上 都在这儿摆着呢 你要我怎么办 如果我真是日本间谍的话 那天在茶楼里面 就不会提醒你小心 把子弹放在你的口袋里 金五哥 一封先生 恭喜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啥呢 行了吧 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那我什么都不说了 美娇妹子 你别这样嘛 你哪知道说了就完了呗 美娇 她放了我 走 美娇 别碰我 大哥 你怎么给她放了呀 这 这些证据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如果她要是逃跑的话 那她就是芝芝花 杨队长 范小姐 喝茶呀 杨队长 这顾客没油 您们到这儿磕了瓜子 聊得挺欢的呀 新老板出事以后 小营也不在这盯着 这茶楼开不了几天了 杨队长 快点宣布啊 哦 我马上就瞎过 都给我站好了 过去 还睡着呢 听着 常会护会章 他们开会宣布的 从今以后 这个茶官一主了 由返春凤小姐来经营 是 怎么开始打扫卫生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你待的地儿吗 出来 我出来 这茶楼现在都是我的了 以后你得叫我老板 你的 商会决定的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管我去哪儿啊 既然要走就别再回来 本小姐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什么时候归你管啊 我现在是这儿的老板 你要想走就赶紧给我滚蛋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本小姐今天还就不走了 不会让某些贱人得逞 你说谁是贱人 谁问的说谁 我见 你一个大姑娘佳佳的 天天往外疯跑 你不见啊 你说 你今儿下午干吗去了 我去保安团了 你去保安团干什么 靳武哥找我去的 怎么了 妒忌了 羡慕了 我嫉妒你 你也不看看你这样子 你先出去 这是我的房间 这是我的店 我让你走你就赶紧走啊 你推谁呢你 我就推你了 你这个小糟糊 来 赵真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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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仲冬 咱们有什么动向 安然无恙 孙亚萍的行星台 已经建好 这是照片 好 好 芝芝花也没有新消息 你们还要密切留意 顾着松懈 小姐好 先生好 请问哪位点餐 算了 不看了 两份鸡中蘑菇汤 一份德国肘 一份香肠配凯撒酱汁 来一份蔬菜沙拉 再加两份黑皮 好的 请稍等 你干吗请我到这种地方来吃饭 你现在是我的新联络人 为了不让别人怀疑 我是想 扮演不是真的 是演情侣 天安可以方便我们见面 是吗 你是真想扮演呢 还是别有用心哪 想多了吧你 千万别自作多情 谁自作多情啊 你说你约我到这种地方来吃饭 能不让人误会吗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变成潘安颂玉 我胡锋鱼也不会正眼看你的 说正事吧 什么事 苏小英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 可是她就是不承认的 我现在隐隐约觉得呀 这个芝芝花 可能还真就不是她 不是她的话 那会是谁呢 不知道 汤君一会不知道啊 这每天那么风流 身边女人那么多 会有不知道的时候 我这汤团长身边有那么多女人啊 这不安团上上下下都是公的 还真有一个母的 正在这儿陪我吃西餐呢 你 不吃 别别别别 别别别不吃 吃完再走 西餐挺贵的 快快快 坐坐坐 吃完再走 吃完再走 吃完再走啊 咱们俩怎么看 怎么也不像一对情侣啊 不像好 大哥 大哥 老师姐啊 怎么了 大哥 你干啥去了 带着胡小姐吃了个西餐 为什么 你是冷啊 还是憋着尿呢 没有啊 你什么 来个人 谁啊 乖啊 小鹰 小鹰 你怎么来了 静武哥 我没地方去了 你收留我吧 慢点儿吃 别掖着 静武哥 我能不能留在这儿不走啊 我在这儿伺候你 对 用不着你伺候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只要让你留在这儿就行 先吃 先吃 好 老伍 我说 大哥 怎么样 孙小姐的房间收拾好了吗 都收拾好了 减落了点 但是绝对干净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怎么样 你吃完了吗 不再吃点了 不吃了 那 那时间不早了 你回去休息吧 带他去吧 来 谢谢哥 走 走 老吴 你 你过来过来 胡锦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用门 走 我带你去走 这我给你拿 我给你拿来 走 你让胡锦可得盯住了这小鹰啊 根本不用说 门口蹲着呢 你 你说我 我对他们这心肠 是不是太软了呢 你没发现 女人都很按住保安团吗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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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走 游米儿 你起来啦 你在这干嘛呀 你哪穿那么少呢 你别感冒了一会儿 你别着凉了 哥们儿 妹子 妹子 是丁五哥让你来监视我的吧 不是 我是怕你一个人在这儿睡吧 怕你害怕 我过来保护你的 我睡得挺好的 你走吧 啥玩意儿 我都守了一夜了 你让我回去啊 这是我的房间 你到茶楼呢 我现在不是客人了 我都来你们保安团了 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就不用再骗我去这儿去那儿了 婴儿 你误会我了 你这不是老猫偷屎狗挨打吗 猴哥我是保安团队长 有的时候都是不由己吗不是吗 但是啊 我发誓 我半点怀疑你的心都没有 婴儿 真的 你就嘴会说 一到关键时候 你就跑得没眼了 我才不信你呢 婴儿 我不跟你说过了 我要娶你了 婴儿 我又没说要答应你 你能别老提这事吗 行 不提就不提 你这 你说说说说 我一会 我一会儿到你这儿上去 嗯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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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子 多子 多 好 胡大小姐 这念日语呢 是啊 苏小姐 怎么样 在保安团住得好吗 听你这口气像是这儿的女主人哪 哪儿的话呀 我是看你昨天自己一个人拎着包来 我怕你住着不习惯 你是不是觉得我来这儿很貌实啊 这哪儿的话呀 我怎么会觉得呢 行了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喜欢静武哥 我这次来的目的呢 就是想跟静武哥在一起 我没有什么国恨家朝 就是想跟心爱的男人在一起过一辈子 你真的就那么喜欢他吗 你害怕了 我怕什么呀 你的追求我很赞同呗 那你说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也喜欢静武哥啊 我 我喜欢他 你开玩笑吧你 我恨他还来不及呢 谁信呢 你不喜欢静武哥还每天缠着他 有事没事就跟他在一起 他有什么事就只跟你说 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一起吃饭来着 是啊 怎么了 我是胡家的大小姐 他有什么事他就得跟我商量 再说了 我会兵法和枪法 他会日语 我们俩正好可以一起沟通一下呀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简单跟你说了啊 你要是不喜欢静武哥 你就少挡我的路 谁当你的路呀 你成不成功那是你的事情 他要是不喜欢你的话 也赖不着我呀 你 行了 苏小姐 你最好是把你的身份洗干净吧 你什么意思 哼 汤大哥是不会和一个汉奸女人睡在一起的 你再说一遍 我告诉你 谁都不是傻子 你最好自己老实点吧 胡枫日 你要是敢破坏我的谢佛我给你没完 汉奸女人 汉奸女人 没有肉酸什么 各有海天的起播 哪有好过 就去那里开阔 兄弟们跟紧我 少了一个都寂寞 敢说敢做 我好奇却不落 胜负着我的国 心用学习过 岂能再融落 在相应中大魔 把头抛过 冲破命运枷锁 我们曾许下的承诺 一直没变过 在理苦在难都执着 就算生与死又如何 等到那一天 笑看好山河 兄弟们跟紧握 少了一个都寂寞 敢说敢做 我好奇却不落 守护着我的国 心用学习过 岂能再融落 在相应中大魔 把头抛过 冲破命运枷锁 我们曾许下的承诺 一直没变过 再与再难都执着 就算生与死又如何 等到那一天 笑看好山河 我们曾许下的承诺 一直没变过 怕疯过 浪漠里装 就算生与死又如何 等到那一天 笑看好山河 偶像 Mae Ami 在这之后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还有 木 我 会